在WTT澳门战的比赛当中 第一女神刘诗文 毫无疑问是最大的赢家 她在这次的比赛当中 收获了一个冠军和一个亚军 展现出来了非常好的状态 就连她自己都说 感觉自己正开始找回 十几岁二十几岁时候的状态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刘诗文的讲话 以及表现 这次的比赛 刘诗文可谓是打得非常出色 打了八场比赛 混双成功夺冠 女单则是打到最后的决赛 败给了王曼玉 没有能够更进一步 不过对于一位已经年过三十 此前两年伤病缠身的老将来说 这样的结果真的是相当好了 在打完女单比赛之后 刘诗文热泪盈眶 但更多的是为自己开始找回状态 而兴奋的哭泣 毕竟这样的感觉对她来说 真的是久违了 过去两年的时间里 她一直在伤病的折磨当中煎熬着 刘诗文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 也说出了非常意味深长的话 她明确的表示自己现在的任务 就是要帮着将来出战巴黎奥运会的年轻队员 让他们多经历一些挫折 多给他们一些考验 让他们在巴黎周期变得更加强大 至于自己的事情以后再说 这就充分地表明了刘诗文的态度 他现在不想退役 至于未来能不能够有机会去出战巴黎奥运会 既然刘国梁等人不会强求 不会强行要求他退役的话 那么他就会选择继续战斗 就像马龙那样 去年的马龙能够参加奥运会 不也是基于这个原因吗 按照道理来讲 此前受到伤病的马龙 应该也被中国的排除在名单之外了 但马龙却凭借出色的表现 来证明自己不可或缺的地位 那么关键的就在于 刘诗文能否证明自己一样不可或缺 只是摆在他面前的对手 个个都太过强大了 人民日报则对刘诗文进行了点名表扬 他们在深夜22点撰文表示 要向马龙刘诗文等老将致敬 国拼神仙打架 让网友大呼过瘾 老将不老 后生可畏 要共同铸就国球长胜不衰的神话 老将不老这四个字 毫无疑问用来形容刘诗文最为贴切 这次他给大家展示的就是一种 拒绝吃老本的精神面貌 哪怕现在的能力 已经开始被年轻队员超越了 但依然愿意滋滋不倦地向上拼搏 这样的拼搏精神 才是能够长胜不衰的根本所在 刘诗文的话 多少会令刘国良有些左右为难 手心手背都是肉 未来该如何取舍还真的不好办 巴黎奥运会是历史上最短的周期 距离奥运会开打 也就只剩下两年半左右的时间了 如果两年半时间里 刘诗文更进一步的复苏 那么到底该让谁去出战奥运会 够刘国良头痛的了 我们就会说 为什么我们都没有 不着急 我们就会发展 就会发展 比如说 不然这些都没什么 呢 我们知道